大大學代理校長石英龍是頒發獎狀獎金表揚大業文心股王爭霸賽獲獎的學生 施代理校長表示大學僅扣產業脈動 並且重視大學的社會責任 積極協助高中子發展多元課程及活動 推動理財教育向下扎根 前40名都超過大盤,表現非常優秀 所以這個理財教育非常重要 因為歐美有統計過說 有受過理財教育的同學 未來他的家庭財務累積 勝過沒有參加理財教育的同學 所以我想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 競賽期間是從10月3號到12月9號 大概兩個多月 這兩個多月大盤的報酬率其實有達到9.54 不過我們文心高中的同學 大概都有42組會贏過大盤 所以其實整體的績效還不錯 那這次報名人數也高達250幾人 所以其實學生的參與也非常的高 意願非常的高 第八屆股王競賽有158隊273人參加競爭非常激烈 前三名的成績非常接近 葉彥成、張祥任、陳偉成三人合組的團隊 在49天競賽期間 報酬率高達27.48% 永多第一名 這一次都只是靠著運氣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多想什麼 我們是等到台積電在最低點的時候 我們就全部買進 買進之後我們是在等到台積電的最高點的時候 再全部賣出 我在這次股票比賽學會如何看盤 然後也學會怎麼分析股票走勢 活動結束之後成績出來有42個隊伍 他們的報酬率是勝過大盤 所以我跟孩子開玩笑說我們需要有很多的股王 那其實像這種理財的知識 我們常常說給孩子財富 不如教孩子一個正確的理財官 因為有一個正確的理財官 對他們將來是受益很大的 參賽學生可以透過虛擬的股票交易體驗 金融世界可能面臨的風險 報酬進而建立正確的理財官